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Cherry BC省政府在周四十六日发布第四十二届省议会最后会期的重点工作 表示该会期推出了新法力和措施 旨在帮助省民疏解生活开支压力 为中等收入人士增加房屋供应 以及改善公共医疗护理服务 省议会在经个会期通过多项法案 包括打击房东恶意破迁的新法力 推出房屋炒卖税以遏制投机行为 立法阻止破坏性的示威活动 以确保学生和教职员能够安全地进入学校 以及正式承认海达原住民在整个海达瓜伊的土地拥有权 此外 根据于2023年秋季通过具重大变革意义的法案 省议会在春季会期中进一步推出多项立法 旨在为中等收入人士提供更多的房屋 省长尹大卫在声明中说 过去四年 每个BC省民都经历着许多困难 无论面对什么挑战 我们的团队都会努力解决困难 让大众能够建立美好的生活 当省民面对困境时 政府更加需要给予他们支援 并且采取积极的行动 帮助改善生活 而不是视若无睹 任由投机者和富有的投资者 剥夺省民的利益 议会领袖兼房屋厅长柯一伦说 BC省民需要稳定和可负担的一个居所 因此我们通过新的法例 加上推出新措施 介意推动新建更多房屋 根据2023年秋季通过 并具历史意义的房屋法案 省议会与今春进一步采取行动 帮助社区更快地增加房屋供应量 省议会与春季会议期间采取的主要行动包括 采取行动增强可负担房屋 推出卑师建造计划 迅速地为中等收入人士提供住房 加强保障租客与房东权益 启动第二套间奖励计划 实施新短足规律 以及引入房屋炒卖税 以打击投机活动 加强医疗护理服务 在全省多个地区开设新的紧急基本医疗中心 在素理和劣质文等迅速发展城市的新医院 建设计划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以及BC省在过去一年增加700名职业医生 及6300名护士 书解省民生活开支压力 BC省保险公司给予本省司机110元回扣 让他们在过去6年平均节省2000元 增加和扩大BC省家庭福利计划 推出新的电力补助计划 今年省民平均可节省100元的电费 以及从明年开始 政府为首个试管婴儿疗程提供全额补助 保障儿童与社区安全 严禁在公共场所使用违规药物 保护儿童和教职员免受破坏性的抗议活动滋扰 与多间社交媒体巨头达成协议 确保儿童在网络上的安全 以及通过反种族主义立法 建设一个人人受贿的强大经济 推出工业发展蓝图 旨在推动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调高雇主医疗税免税额一倍 为更多小企业减税 以及开始大规模扩大本省洁净电力系统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 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就在今天上午 加拿大总理吐鲁多在被问到 加拿大政府是否会对TikTok 采取规管措施时表示 政府显然严重依赖CSIS和情报部门的工作 来确保加拿大人的安全 当CSIS主管指出 TikTok对加拿大人的数据安全 构成真实的威胁时 加拿大人需要倾听 特鲁多说 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是 禁止所有联邦电脑和手机 设备安装TikTok应用程序 一些省政府和商家 也在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一问题 他说 我们需要与加拿大人讨论 做出精明的选择 确保自己和家人的网络安全 他还表示政府正在推进一项网络伤害法 关注保护儿童的上网安全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周五报道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负责人 警告加拿大人 不要使用短视频应用程序TikTok 称从其用户收集的数据 可供中国政府使用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主任 David说 作为CSIS局长 我的回答是 中国政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 能够从世界各地的任何人那里获取个人信息 TikTok发言人在回应置评请求时说 这些说法没有证据支持 事实上 TikTok从未与中国政府分享加拿大用户数据 如果被要求 我们也不会这样做 去年9月 加拿大下令对TikTok 扩大在加拿大业务的提议 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CBC报道称 David表示他将参与审查并提供建议 TikTok发言人补充说 我们将继续与加拿大官员接触 并欢迎有机会与CSIS会面 讨论我们如何保护加拿大人的隐私和安全 TikTok及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本月在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试图阻止拜登总统签署一项法律 该法律将迫使1.7亿美国人使用的短视频应用 剥离其母公司或被禁用 拜登于4月24日签署的这项法律规定 字节跳动必须在1月19日之前出售TikTok 否则将面临禁令 白宫表示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希望中国停止对TikTok的所有权 而不是禁止TikTok 特鲁多说 我们知道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喜爱使用TikTok 我们需要确保这是安全的 目前我们将密切关注 加拿大在采取任何极端措施之前 会先看TikTok如何回应 在疫情后的食品通胀时代 一对BC省的夫妇分享了他们如何通过精心计划 和坚持以速食为基础的饮食 将每月的食品支出控制在450加元以内 凯瑞·威勒和她的伴侣 Jerman住在南海班群岛 他们大部分农产品都是从当地的农贸市场 农场和岛上的杂货店购买 每个月他们会程度轮到温哥华岛购买C1 Foods和Superstore的主食 以及紫菜 裙蛋菜和米粉等特产 这对夫妇通常每月花费400到450元为自己购买食物 另外80元为他们的德国牧羊犬购买食物 30元为杜伦费 Kerry说 我们是素食主义者 所以我们的大部分蛋白质来源自然比动物性蛋白质便宜得多 豆子 扁豆 豌豆 豆腐 面筋等等都很便宜 他们很感谢有足够的储藏室空间来存放干货 因为购买打折商品是他们省钱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个主要的省钱方法是 大部分的饭菜都是自己在家里做 他说 加工食品偶尔会带来方便和乐趣 但它们比原材料昂贵得多 也不那么健康 晚餐不需要太花哨 也可以做的美味和营养 他说 他从世界各地获取食谱的灵感 创作出印度风味咖喱 泰国椰子汤 黑豆玉米饼 拉面 鹰嘴豆泥 塔布勒沙拉等 他说 这些菜肴中的许多从头开始制作都非常容易 但即使没有灵感 他也能做出简单的番茄酱意大利面 一次做很多菜也是省钱的关键 他们的冰箱里经常装满了汤 炖菜 辣椒和咖喱扁豆等 以便在忙碌的日子里加热一下就好 这对夫妇在Instagram上分享了他们以速食为基础的创作 一直在寻找让食物既实惠又美味的方法 他说 在厨房里做实验很舒服 从长远来看 这不仅能节省很多钱 还能节省时间 您认为您能将两个人每月的买餐预算控制在450元以内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一名Costco的购物者看到有男子在美食广场用大饮料杯猛装商店的酱汁 引发了一场网友的激烈讨论 在网友马尔科姆上传的热门TikTok视频中可以看到 一名男子将番茄酱和芥末酱挤到了大饮料杯中 截至目前该视频已经获得了56万次的观看和7700多个点赞 当Costco的酱汁也是无限量供应时 网友在发布的视频中打上了这样的一句话 该视频的发布者还询问了网友是否认为该男子的行为合理 马尔科姆还加入了一个话位音来解释视频中发生的事情 他说Costco有一位先生他所做的就是用大饮料杯装满酱汁 他甚至详细说明了所使用的酱料 他把番茄酱一直装到杯子的顶端边缘 他没有买芥末而是把芥末一直装到顶部 发布视频的网友猜这名男子使用这种黑客手段 从不为家里的调味品付钱 这样他就不用为家里买任何调味品了 他能把免费的酱料带回家 都用完之后他还会回来再这么做 评论区的许多网友纷纷指责该男子的行为 导致Costco限制了调味品的选择 有网友说这就是他们把洋葱撤掉的原因 另一名网友插话道 接下来说不定Costco会取消这种自取形式 只给我们发小包装的酱料 然而诱人认为这名男子的行为是合理的 他们指出当前的经济困难 不 这不是偷 一位观众回应道 这是自我保护 他们总是对我们耍花招 另一位观众补充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还有网友澄清表示 这个人其实点了20个热狗和20个鸡肉卷 还有6个披萨 店员给了他杯子装调味品 如果你订购了大量的热狗 商店会为你提供杯子装调料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